周济红与全红蝉 中国跳水的辉煌与传奇曾几何时 中国跳水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曾经的辉煌似乎渐行渐远 然而在周济红这位被誉为铁娘子的女子的引领下 中国跳水再次焕发生机重回世界之巅 周济红的领导力和决断力让人们对他充满了敬意 但这一生也从未停止 在众多成就中 周济红大胆启用全红蝉的决定 尤为引人注目 当时全红蝉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矛头小子 但周济红看中了他的潜力和天赋 力排众议将他推向了奥运赛场 全红蝉的表现震惊了世界 他的水花消失技巧将他的名字 永远刻在了中国跳水史的封碑上 然而周济红的这一决定 也引来了诸多质疑和猜测 有人怀疑他是否过于冒进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故意打压其他选手 但事实证明 周济红的眼光是准确的 他的决策为中国跳水队带来了荣耀和辉煌 除了全红蝉的启用 周济红在培养跳水人才方面同样不遗余力 他以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并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跳水运动员 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郭晶晶 郭晶晶在他的悉心指导下 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中流砥柱 周济红不仅在技术上 对郭晶晶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更在心理上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 在周济红的帮助下 郭晶晶逐渐克服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最终成为了中国跳水历史上 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然而周济红的管理方式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跳水队内部 他以铁腕手段处理了诸多纷争和矛盾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便是他开除田亮的事件 田亮作为当时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因其骄横放纵的行为 引起了队内的不满和纷争 周济红再了解到情况后 果断地做出了开除田亮的决定 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但周济红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为跳水队的团结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周济红的人生道路充满了传奇色彩 作为中国跳水第一个奥运冠军 他在退役后选择回归跳水事业 并担任了领队重任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跳水队逐渐重回巅峰 成为世界跳水领域的佼佼者 他的领导力和决断力让人们敬佩不已 但他的管理方式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有人认为他过于严厉和独裁 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但无论如何 周济红都为中国跳水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成就和荣誉是无可争议的 网友们的评论也反映了周济红 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有人称赞他是铁血硬汉和励志人生导师 也有人对他的管理方式和决策提出质疑 但无论如何 周济红都是中国跳水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传奇人物